心情都太过欲靠 都知道你爱我愿意不足够 从来没想过心 我觉得这一次我的词应该填得不错吧 还有小贤阿英都唱得很好 但是为什么播放率就持不高呢 在我中道填词的歌曲来说 我真的觉得这首是填得特别的好的 可是两天之前我在头条上发布 随手曲的《约与词》 大家都看到了吗 心智都太过欲靠 都知道你爱我愿意不足够 从来没想过是你 奄弃都要走 哎我的粉丝啊 我真的有问句 从来没想过是你 因为都有走 池填得这么好 阿英唱得这么好 为什么这一首歌的播放率 比我以前填的歌都要低呢 大家是应该看到我每个星期六 都要发布粤语词的 好像祝福 最小都有二千多 不然我的眼泪陪我过夜也是有二千多 那这个我和我的祖国真的不得了 有二点二万 累的小雨 有一点亿万 发号月圆夜 四千多 这个统计我是知道的 因为我通常发布有关科技的 还有音乐的教学 这是我是理解的 因为我知道我的粉丝特别喜欢听 我把普通话歌填成粤鱼嘛 但是这一次江卫妹的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 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首歌 到来做这个粤语甜词的 而且我也很用心的甜 我把它给到小贤去唱一次 也交给阿英唱一次 他们都唱得很好 可是为什么这个播放率这么低呢 我们一起来听听小贤的演绎吧 我相信我要再多问一个问题呢 我的粉丝 我知道了 明天我一定要把这一个词 什么从普通话改变过来的来龙去脉 跟大家解释一次 大家才会知道我这个词填得有多好 而且我相信我有亲戚出马 唱一个男生的版本 那就是迪克牛仔 什么都不想要 好了 今天我的分享先到这里 一定要留意我对这个歌 怎么样填词的分析 今天分享先到这里 我是卡罗斯 喜欢我的视频的 请你关注点赞 起转发 我爱你 再见